先來個掌聲 大家好 我是M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 又來到愛多美與M老師的 關於頭髮啦 還有我們泡泡攬的Q&A的時間 那相信呢 在這兩年大家使用上泡泡攬也非常地有心得 產品呢我們就不像之前這樣做的太詳細的介紹 我們可以看之前的我們有關錄製過的影片 包括我們的成分什麼 一些我們的使用方式 那今天呢我們也收集了非常多的 關於我們的會員還有經銷商們 使用上的一些小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是來做這些問題的解答 關於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的泡泡欄在市面上有什麼樣的優勢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產品的使用方便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像我們之前在我們的現場呢 我們常常染膏 染膏在做染髮的時候 它其實需要很一層一層很仔細的去這樣 去把它做分區 去把它做敷上去的動作 那因為我們的質地呢是屬於泡泡欄的質地 所以它很好的去均勻滲透到每一個髮濕 再來呢有什麼優勢就是 它的攜帶非常方便 怎樣攜帶方便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產品的包裝 你看 一般我們的 我們的不管是開架式啦 或者是我們在現場在使用的染膏 絕對是怎樣 一大盒嘛 那今天我們只要拆靠這個包裝之後 我們會發現 我們都是怎樣 有五小包 好 那今天 今天你想要染多少 或染到頭髮染枕頭 或者是局部染 我們只要攜帶怎樣 使用的包數 那它的包數 它的包裝呢都非常的扁平 所以其實你不管是外出 帶在行李上 或者是包包上 都非常的容易 再來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含多種的草粉精華 所以它的味道呢 起來很不次比 那使用上呢 也非常的過程呢 它味道也非常的好 最後呢 它的 我們有添加一個 很歐盟認證的 厚厚把油 那這個厚厚把油呢 會讓我們然後 頭髮在梳理上 也會覺得非常的柔順 當然重點是它的價格呢 CP值非常的高 價格非常的便宜 這就是我們的產品優勢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假如說有白髮的問題 那單獨使用黑色覺得太深 那如果說使用黑加中去染 又覺得沒有上色的話 這該怎麼使用 或去做 怎麼操作 通常這個問題呢 其實本身我們在 白染黑的選擇上 其實不管我們在現場 或你去開架試看 你要整個把我們的白髮 去做一個很均勻的 覆蓋過的顏色 其實它的選擇上 本身就很有限 那我們現在又是一個非常操作 方便簡易快速的方式下去做操作的話 其實我們 我建議的比例啦 建議的比例就是至少 1比1到2比1 那1比1就是你一定要黑為基底 比如說我們黑色是一包 1比1就是黑色是一包 那可能紅是一包 那可能紅是一包 或者是黑是一包 我們的棕是一包 那當然如果說你很在意 或比較糾結說 我這個白髮怎麼要過得很完全的話 那我建議是做到2比1的比例 那2比1的比例就是說 你的黑當作基底的話 至少要兩包 那搭配一包紅或一包棕 那其實 剛剛染的時候 當然它顏色會比較深 這是很正常的 那其實你只要洗鍋洗吃之後 它顏色就會比較自然 那關於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有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黑髮想要混搭 比例上該怎麼調配 那一定要搭配黑色嗎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不一定要搭配黑色 不一定要搭配黑色 你可以單純用紅或棕去染 但是唯一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本身有兩段髮 什麼叫兩段髮 就是黑色長出來有一截 那你之前有染過的頭髮 有褪色的部分 比較可能是6度色或7度色以上 就是它頭髮是比較淺的 那你想要去做一個協調性的染髮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就是 還是要搭配黑色的部分 關於我們會員以及消費者 第四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包裝跟外面市售的瓶裝 或者一些開架式的產品 它的包裝的不同 那它的特色在哪裡 那其實我們前面有提到 因為第一個它一定是攜帶方便 再來就是因為它是屬於 小莫術的包裝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說 要做操作的話 很多人他可能 CARE長出來的白髮 他每個CARE的地方不一樣 像有些人是在併腳 那有些人是在哪裡 是在他的髮際線的部分 或者是在分區的部分 那今天如果是做於瓶裝的包裝的話 通常它一次性就是要使用一整瓶 那一整瓶你一定要做到怎樣 整區的塗抹 那其實不管怎樣 只要是染劑 我覺得它畢竟多多少少 它其實對我們的皮膚 都有一點刺激性的傷害 你不用為了每次 只是CARE那麼一點點 白髮長出來的問題 你就要怎樣 你就要做整區域的去做補染的動作 其實第一點這樣子很浪費錢 第二點就是我們剛剛講 它可能會常常太刺激 我們的頭皮也不好 那像這樣子的包裝就非常安全又方便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意的可能就是分區一點點的地方 那你像外面試售的 或者一些開架式的染膏 它一次性就是要怎樣 就是要全部攪完 那你又染不到那麼多地方 你就硬要去把那地方一起重複的染 那其實不管對髮質 或對頭皮 都是相當程度的傷害 第五個問題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常常去忽略的一個動作 就是做過敏測試 那我們今天再來教一下正確的過敏測試 那在這之前呢 我想 欸老師想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我們所謂的過敏 我們染劑對皮膚的過敏有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刺激型皮膚炎 第一個是過敏性皮膚炎 那第一個 我兩種我們都盡量去避免 第一種刺激型皮膚炎呢 它可能是怎樣 你的產品使用上你做了過度的摩擦 或者是你的皮膚上有傷口 那因為其實我們的產品 其實都含有一些雙氧的成分 那其實它或多或少 都會對皮膚造成一些怎樣 會一些刺激 那通常我們比較要避免的是 包括做這個皮膚測試的 我們比較要避免的是 所謂的過敏性皮膚炎 那這個過敏性皮膚炎呢 通常你記得 只要你曾經有使用染髮產品 你曾經有使用過染髮產品 有過敏史的人 通常我們就不建議這樣 在做我們的泡泡染的操作 因為其實不管你使用任何染劑 幾乎都會造成所謂的過敏的反應 我們指的是永久性的染膏 那當然啦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很多都是添加了一些草本配方啊什麼 當然我們的產品是比較溫和 但其實我們要避免掉所有 會有這些後面的後續情況 比如說過敏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 或者是他的環境 或者是他的操作手法 在當下我們都是沒有很完全的說 可能跟進在旁邊 看他是怎麼去使用 或者是詢問過他最近的體質狀況 對 那反正你只要記得 如果你詢問他當下有過敏史的話 我們就不建議再使用我們泡泡染的產品 其實他去使用任何的永久性的染膏 其實都會造成他過敏的一個反應 再來就是說 我們怎麼做測試 通常我們就是把產品撕開之後 我們倒入一些兩劑 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可以抹在我們哪裡 我們的手腕處 或者是我們耳後皮膚這一塊 然後等他乾燥 等他乾燥 停大概48小時 48小時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是皮膚比較敏感的 你可能會稍微有點刺痛而已 那如果說他是有 這個產品是他的過敏源的話 通常他的反應會在大概半天 或者是24小時到48小時內 會有一些的所謂的過敏反應 所以我們至少要把產品停留在我們的皮膚上 24小時至48小時 如果說你今天不確定你的消費者 是不是有這種過敏體質的 你千萬要跟他講說 這個過敏反應一定要做測試 我們以後也比較不會有一些 一些後面延伸的問題 對 記得要做過敏測試喔 那過敏的話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就是他可能會紅腫量還是 通常我們剛剛講了 造成皮膚可能有一些發炎反應的 有刺激型 跟刺激型皮膚炎 跟過敏性皮膚炎 那刺激型的皮膚炎呢 通常他不會讓你怎樣 應該這麼說 大家身邊或者是你自己 有沒有過敏反應過 比如說你開始整個眼睛會癢 那鼻子呼吸可能會覺得急促 甚至眼皮有點腫 那其實就有點過敏反應 那其實這個都是屬於 比較嚴重的過敏反應 那初期怎麼去判斷呢 通常你插在手腕上 如果是只是局部 你有插到的地方有一點紅 那其實是屬於所謂的刺激型反應 可是萬一他的範圍有擴大 擴大到你沒有塗抹的地方 甚至會有一顆一顆類似蟻麻疹的地方 會癢啊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眼睛會 也會不舒服 然後你可能呼吸會變得急促 那個就是所謂的過敏反應了 那刺激型就是當下你有塗抹的地方 會覺得有點刺動感 那個就是所謂的刺激型的皮膚炎 那跟過敏性的皮膚炎是不一樣的 好那第六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我們的泡泡染產品的時候 有些人會比較容易塗抹到我們的周圍的皮膚 或沾染到我們的手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一個隔離的動作 通常你只要使用一些乳液類的 或者是霜類或乳霜種的東西 不管是保養品或者是護手霜都可以 可以塗抹在我們的髮際 我們的耳朵還有我們的耳後這裡的髮際 對 只要做一個塗抹 其實它做一個很有效的隔離的動作 那再來就是說在做清洗之前 你可以做一個以色去色的動作 什麼叫以色去色 就是在染膏時間到的時候 你先加一點水 那你再充分把它這樣 把它做一個粗柔的動作 髮際線這邊殘留的一些染膏 把它用我們整個泡泡去把它稍微做一些 做一些搓揉 把它搓揉掉之後它整個沖乾淨 這樣也會讓我們的髮際線 或沾染到染膏的地方 會比較做一個有效的去除 但是這個動作千萬不要做太久 就跟我們平常我們這裡 我們在上泡泡染的動作的時候一樣 很多人會覺得說泡泡染在使用的時候 抹上去之後它會怎樣 一直去搓揉它它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搓得越久顏色過得越深 這是錯誤的 因為它畢竟是染膏 那它的劑型其實它 你當它充分上癮之後 它其實已經滲透到每一個髮濕了 你不要過度去搓你的頭皮或你的髮體 這樣也會造成你的髮體這樣 會比較瘦死或頭皮會比較敏感的狀況 所以當我們染完 我們要做以色去色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搓揉的時間也不要太久 那如果要做隔離的話 只要沾匀一些乳鬆狀的東西 在我們的髮際線 就是你不想要染到的地方 不想要染到的地方 但是比較容易接觸到 染膏的地方 我們去把它做一些 塗抹這些乳鬆狀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上完我們的泡泡染之後 需不需要用保鮮膜這個動作呢 那通常我會給的建議就是說 假如說室溫 我們的室溫沒有太低的情況下 其實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 就是其實做保鮮膜 它第一個主要就是怎樣 它可以利用我們的頭溫 來讓我們的過色更快更均勻 那如果室溫其實在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需要去做這個動作 那再來就是說 你的劑量 我們的泡泡染的劑量夠的時候 我們也不用怕它染劑的氧化太快 通常我們做保鮮膜這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不要讓它氧化太快 因為氧化的太快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染劑在上的顏色的時候 就不會太均勻 那其實你只要 染劑的量包數夠的話 其實不太需要做保鮮膜這個動作 或者是室溫如果說不是太低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包保鮮膜這個動作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泡泡染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保養最適合 那之前的影片我們有提到什麼 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蛋白質修護系列 這三支就是可以做很好的保養 那這三支很特別 第一個當然就是洗 那這個洗呢 因為它是屬於弱酸性的洗髮精 那我們知道其實我們的染膏 或者是我們一些燙髮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經過一些我們的水質 比較硬的水質 或者是我們的吹風 我們都很容易造成這樣 我們的毛鱗片有過度張開的情況 所以弱酸性的洗髮精它可以讓怎樣 讓我們的毛鱗片稍微做一個收縮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就是使用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蛋白質修護系列 加上它裡面有非常多的什麼 生態啊 氨基酸 它可以從裡到外給你做一個很好的修護 那接下來呢 是要進入到我們的六七月 那很多很多朋友啊 會問我說 老師那我們應該要選擇怎樣的洗髮精 那通常我們的洗髮精的選擇通常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 不是針對頭皮就是針對怎樣 針對我們的髮質的 那通常拼拼拼拼拼 你會覺得很麻煩 再加上你針對頭皮你要去選擇說 我今天是中性是油性去或者是去乾性的洗髮精 那通常我會建議你就是使用怎樣 弱酸性的洗髮精 如果說今天你頭皮真的是比較油一點的 那我們就怎樣 我們就洗久一點 洗慢一點 不要隨便洗 千萬不要因為你的頭皮是油性的 你就去選擇比較怎樣 比較鹼的洗髮精 因為在我的現場有其實很多個案 他來的時候 他的皮膚是怎樣 還是包油 可是外面他那個角質已經被他洗得怎樣 過度角質化 就是已經都有一些乾性的頭皮屑 可是還是過沒多久還是會冒油出來 因為給你們科普一下 其實唯一能改善我們的皮脂腺分泌的 不是這些洗髮精 是可能跟我們的飲食 還有我們的睡眠有關 再來 如果你真的是油性膚質 你想要去怎樣 讓你的出油量比較低的 我跟你講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辦法 唯一只有一種就是什麼 口服A酸 那個是需要皮膚科去吃的 只有口服A酸才可以真正改善你所謂油脂 皮脂腺的分泌 撇開這個之外不講 那我們平常怎麼去選擇我們的洗髮精 其實就是選擇弱酸性的洗髮精 第一個不管是你乾性中性或油性的 他都非常適合 那如果你是容易出油的 我會建議你怎樣 就是洗久一點 洗慢一點 不要去選擇所謂的 去油力很強的洗髮精 那個通常都會偏減 我想問洗久一點是指戳久一點 還是敷在頭上敷久一點 有兩種方法 所謂洗久一點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當然你可以 是用按摩的方式 去讓我們的毛狼裡面的油 去把它做一個有效的清潔 但是其實你知道我們頭皮做過度的按摩 它反而怎樣會分泌更多的油脂出來 所以適度的搓柔就好 那我會建議可以用怎樣 因為這是弱酸性的 它非常的輕膚 那很多人現代人又很懶 所以我們可以第一遍 比如說第一遍把表面的髒汙洗掉之後 第二遍怎樣 我們可以做停留的方式 就是起完泡 然後做停留的方式 然後你去刷牙洗眼再洗澡 再全部一起沖掉 其實這個就一個做一個 我們這邊有個很有效的心結 你也不會過度去怎樣 去按摩它或搓揉它這樣 再來就是我們的護髮 護髮成分 這因為我們裡面這三品 都含有非常多的氨基酸跟蛋白質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頭髮 主要的成分就是什麼 就是繳蛋白 所以我們需要去修護它 最基本的 從裡面的話我們就是講氨基酸 再來就是怎樣 氨基酸變成生態 然後再變成怎樣蛋白 所以這三品都是強調在補充 從我們的內結構補充到我們的外結構 它可以做一個很好很有效的修護 所以大家一定要怎樣 認真使用它好不好 那在最後呢 其實我還想要兩點跟各位消費者 還有我們的愛多美的家人做個分享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過敏測試 一定要做好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當然之前染過染髮劑過敏的人 我們就不建議他使用 但是即便他之前對染劑沒有嚴重的過敏反應 如果他在第一次使用我們的產品上 我還是會建議他做個過敏測試 這樣在未來比較不會有所謂的一些糾紛的問題 很多時候因為過敏這個原因 過敏這個原因其實很看那個人 我們在使用染劑這個人 他的當天的狀況 或者是他有沒有後來摸一些慢性疾病 或者是他對這個過敏源 有沒有越來越敏感的狀況下 所以其實在撇開這些東西之前 我們要避免這些糾紛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怎樣 給他做一個很正確的一些過敏反應的測試 再來就是很多會員會覺得說 我黑髮 我黑髮染起來為什麼沒有感覺 我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再次強調就是說 我們本來其實就是做白染黑的市場跟什麼 跟補染的動作 所以當你是完全黑髮的狀況下 當然他的效果不會說 像我們可能在現場染的效果這麼明顯 因為我們這個市場主要是針對白染黑跟補染的效果 可是在未來我們大家期待一下 有非常厲害的兩個新色要上市 那這兩個新色在對於出於黑髮這個區塊 它的效果就很好 它就可以做單獨使用的方式 但是在新色上市之前呢 我建議如果說 你是要做黑髮想要染成別的顏色的話 我建議還是做中在白染黑跟做補染這個區塊會比較好 像他如果以黑髮的狀態來使用的話 他是不是就比較像調整 就是一點點的變化而已嗎 如果你是黑髮的情況下 你當然就是希望怎樣 頭髮變淺嘛 對不對 那它的確 因為它裡面畢竟有雙氧 還有一些色彩 它一定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顏色上的調整跟改變 但是這也要看每個人的髮質 有些細軟髮他會覺得說 我染這個紅很明顯 那如果說你是本身是初印髮 本身是初印髮或很黑的頭髮 你不要說用我們的泡泡染 你即便去現場染都不見得好搞 所以當今天說我們的消費者或會員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做一個髮質判斷 他如果說今天是細軟髮 或者是本身頭髮糾染過的情況下 當然你去做我們黑髮 黑加紅或加中 我們可以去做調配或單獨 如果他只是黑髮想要染淺 你也可以單獨使用紅或中這個部分 其實它也是會有效果的 那最後我覺得非常開心來到這邊 跟大家做一些產品的QA時間 那希望以上的一些回答 可以讓大家對這個產品有更好的了解 以及操作 請大家真的我們愛動物產品非常怎樣 CP值非常的高 不管是在它的性價比上 或者是很多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怎樣 盡量去用盡量去玩好不好 那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幾點需要稍微去注意以外 我們就是在這個範圍下 我們可以盡量去發揮我們自己的創意 自己去玩出我們的怎樣 新色 對 那再來就是我們 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期待 在之後呢我們 就像我們剛剛影片有稍微提到 我們會出另外兩款新色 那這個呢 就先跟大家留個伏筆啦 這兩個新色呢也是 就是經過我的測試下非常的怎樣 效果非常的好 他可以做單獨去做一些染髮的動作 不需要再搭配黑色了 請大家期待囉 好今天呢 艾老師分享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期待 未來我們在艾多美相見囉 掰掰 ま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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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